回到新闻现场来看这最新赛事 中华职棒今天是来到新北市新庄棒球场登场的 是一大犀牛队和兄弟像 曼妮轰出职棒第七千轰 而下午赛前练习时 曼妮现身看得出来心情很好 我们连线给记者周宽展 谢谢主播 今天下午在新庄棒球场即将举行的牛像大战 话题持续延烧的 就是曼妮昨天在台南轰出了中华职棒第七千支的拳雷打 接他人棒子会不会持续发烫 也是比赛的焦点之一 我们可以看到曼妮在赛前练习呢 看起来是一派轻松 跟队友有说有笑的一起热身 不过原本昨天集出的全雷打球 是打算拿来义卖做公益 不过被球迷抢先一步 一大新流也持续跟球迷沟通 我们来听听一大新流的最新访问 我们目前有跟这位球迷有初步的联系 那我们这边是希望以 千名球一 还有千名球以及千名球棒 都是实战的这个物品 这三样东西来跟这位球迷做一个交换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位球迷的意愿 那如果他愿意交换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 我们会在我们的主场 请他到我们的球赛现场 那我们会请曼妮来颁发给他 我们可以听到曼妮本人呢 非常关注这颗别具意义的全雷打球 是否能够顺利的交换回来 他也很开心 第一次轰出全雷打 就在中职的历史上留下名字 未来他也会持续努力 而他今天是否会再轰出全雷打 就让观众拭目以待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交给彭妮主播 好 谢谢观众 我们也是看到今天的Many的最新动况